大家好,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三 经过了昨天的大幅度回调之后 今天的股市出现一点点的回稳跟反弹 可是还是在整股等变 我们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低开44点到27486点 曾经一度在低见27448点 其实这个不重要的 因为从那个股市里面看 其实那股要并不是很大 那根据而来就是南筹稍微做好一点点 指数也曾经一度回升到27697点 等于说来来去去只是200多点的波幅而已 现在大概是3.40分钟的水平吧 指数大概在27650点 还是有100多点的上升 不过大家有明白 经过昨天的下调之后 韩正指数在售市的那一分钟是跌圈了50天 那变成基础上来说 整个股市暂时来说已经摆脱了进一步往下寻找高位的走势 反过来说会不会怎么样大点 我觉得暂时也不会 因为往下看还有10天还有20更重要 还有100天前在下边 当然我们也明白从27150到27750点接600点的中间有所有的平均移动线 那变成来说股市只要有1-2%的反复已经可以跌圈 刚才我提到的移动线 变成来说反复不明的走势暂时还是存在着 2-2%的股市当然还是一个先低后高 由于地位是3号的26145点 那变成相对现在来说还是比较远 所以我暂时还是不太担心 可是有人问我 那个股市在这个月信息下的交易天 能不能够在进一步往下寻找更高的指数 我跟他说有两个条件 第一 韩晨指数一定要回升到50跟250天前以上 这个是基本的 第二 就有看那个成交了 因为现在不是2万6也不是2万7 已经是2万7600水平 再往上走绝对是2万8也可能更高 没有足够的动力怎么可能推进 像上个星期五指数当天曾经见到2万7960 这个当时来说是二分的新高 可是当天的成交就957亿 到这个星期一指数更进一步高见2万800055点 可是成交还是只有956亿 那等于说股市是往上走 可是动力不足够 所以变成来说尽管主市还是抓了2万8这个水平 可是大家千万不要看得太好 现在我觉得信息下的交易天 这个月信息下的交易天 股市还是会整股等变 不过暂时来说 可以这样看吧 二月份的那个先低后高的角色 基本上是应该可以维持的 除非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对人出现 对人出现 不然的话 两万六指数水平的防守生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说到这里 啊 感谢观看